他是第一位提名美国金球奖的华裔演员 同时也是唯一位两次提名美国金球奖的华裔演员 分别在1986年获得金球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1988年获得金球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他的名字叫追隆 追隆1952年19月13日出生于香港自幼受训于乐局 在香港艺术学院学习 其后移民美国继续学习表演舞蹈和武术 后进入美国戏剧艺术学院学习 同时参加学院亚洲系的东西方演员 系列的美国人剧团 孙龙在美国纽约Public Theater的剧院里演舞台剧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的艺术天赋被著名演员导演严松信 麦克尔伍发现被邀请出演黄哲伦 David Henry Heng 编剧的Fresh of the Boat F.O.B. 1981年 尊龙评级在F.O.B.中精湛的演技 荣获了美国百老汇最高荣誉 戏剧奥迪奖最佳男主角 Obey Award 此剧也成为著名剧作家黄哲伦的成名作 1982年身为舞台剧导演的他 又与黄哲伦合作了别露与舞蹈 同时包办编舞作曲和导演工作 本局以1867年华人别露工人 办公为题材 将中国的精细精神融进了舞蹈中 给美国人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别露与舞蹈 再次为尊龙赢得一座戏剧奥迪奖 并获美国有线电视Sign精英奖 学习表演的尊龙 出入好莱坞却很困难 导演们总是认为他长得很标志 不像坏人 而脸一个小角色也很难给他 在1976年首版金刚中 尊龙出演了一个中国厨师 这也是他涉足好莱坞的处女作 默默奋斗几年 闯荡好莱坞 很快便获得成功 当时任尊龙经纪人的 是著名经纪人黄玉美 Jedine Vaughn 黄玉美也曾发掘 协助刘玉玲等华裔演员 进入好莱坞 1984年 他第一次担任电影主角 在冰人四万年 LCEMAN 中饰演冰人 色片让尊龙的演技 得到主流电影圈的关注 1985年 他单刚出演好莱坞影片 龙年 Year of the Dragon 扮演一位令人闻风散感的黑帮头目角色 精湛的演技 为其获得1986年美国金球奖 Golden Globe Awards 最佳男配角提名 1987年 尊龙主演了著名导演 贝纳多贝托鲁奇的影片 《落代皇帝》 The Last Emperor 饰演男主角虎仪 演出难度很高 然而尊龙却以他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精湛的演技 完成了人物的塑造 在第六十届奥斯卡金像 奖颁奖仪式上 《落代皇帝》一举夺得了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等九项大奖 公动的世界影坛 尊龙因词片 在此获得美国金球奖 Golden Globe Awards 最佳男主角提名 成为唯一一位两次 提名金球奖的华裔 1988年 尊龙用腰担任第六十届奥斯卡 最佳记录断片颁奖人 成为奥斯卡有史以来 首位华裔颁奖人 1989年 尊龙成为首位被人物杂志 People Magazine 评选为世界50个 最美丽人物之一 50 Most Beautiful People 华裔男影星 1992年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曾定尊龙来演成叠一 并提出一千万片酬 尊龙很青睐这个角色 但是由于国内制片人方 种种原因的条件而作罢 尊龙回忆道 那时候他们过我的钱超过一千万 他付我那么多钱 我都可以离开 所以钱不是我最看共的 1993年 在大卫科南伯格之岛 东尼奖皇 哲伦编剧 与奥斯卡影帝 Jeremy Earns 连昧出演的蝴蝶军 尊龙就在其中的京剧 女龄的扮相 非常惊艳 尊龙甚少代言 在日本仅有的几个代言 皆因创下日本代言人的记录而成了日本天下代言的标杆 1997年 他作为劳力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裔代言人 魏劳力是万表代言 在香港广告片酬最高的是尊龙 1998年 他拍完香港 巨头天下的广告后 所得约3000万 港币 屈居要 均的是大哥周润发 他接拍的手机广告片酬约1000万 港币 另一位千万元集 身家的是王菲 90年代后期 尊龙的演艺事业也走向了下坡路 也曾和成龙 李连杰合作 但都是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 2004年重返内地 出演电视剧《康熙》 《微服四番五》和《乾隆与湘飞》 再次扮演皇帝角色 也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 这样以为新日空星 身世却十分坎坷 尊龙从小就是一名孤儿 由一名残疾人妇女领养 从小就要学习表演 时期谁在一对美国夫妇的资助下 离开香港 到了美国继续学习表演 后来尊龙遇到 Nana Sabino 并与其结婚 定居在洛杉矶 1979年 他与Nana Sabino结束婚姻 如今尊龙还是孤身一身 对于为何没有再结婚生死 尊龙表示 我太自我 不会是一个好父亲 既然我做不到 就不要让小孩失望 所以我拒绝 如今已经65 你老吴 是